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比李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王彩华突然性感挑逗 让林俊杰一脸不知所措 全场也都笑斑了 刚刚我突然进去 要做个波比了 幸熟年来一个幕府 就可以让歌王林俊杰 跟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这就是演艺圈 逼咖天后王彩华的搞笑功力 当年他靠着这首 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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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比呢 轰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但王彩华回忆啊 一开始接到余美人美人节的电话的时候 还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打给我的时候 我不敢相信 我以为是诈骗集团 后来我就挂掉 然后他再打 我就接 他说我是余美人 你不要挂了 我说真的吗 美人节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要开一家经纪公司 我有想要签你 因为我做梦梦到你 梦到我在一个什么 一个体育馆什么里面 然后我站在中间 然后旁边很多的三太子 但我都没讲话 然后再隔没有多久 他说 曹包我签了三太子 我说蛤 三太子 你不是姓名吗 他说对 我把三太子都签下来 就是要帮你出专辑了 电影三太子的本土庙会元素 搭配艺人王彩华 没想到余美人这个疯狂点子 还真的红到国外去了呢 甚至当时还被CNN拿来 跟碧洋司相提并论喔 而这也让出道25年的王彩华 出场走红滋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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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琪姐姐 请问老位 我是 她要告诉我是 台湾冰淇淑 谢谢 为什么 最想要台湾冰淇淑这个 这个错 这个是 就是因为以前还没有脸书的时候 有部落格嘛 嗯 那部落格就有一个粉丝啊 他就说哇 彩华姐你好像冰淇淑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很比较脸的说 是台湾冰淇淑 是台湾冰淇淑 然后啊 Nono啊谁啊 他们就会说 冰淇淑 你根本就是菜瓜布 哎呀 管他是冰淇淑还是菜瓜布 都是那位带给观众欢笑的王彩华 镜头前她总是卖力搞笑 不计情笑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隐藏在她笑容背后的 是一段坎坷的绅士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妈妈生活 我大概十一个月 我妈妈就过世 嗯 然后像我们以前母亲姐啊 我没有妈妈要憋 憋白色的康乃星 就啊 有妈妈就要憋那种粉红色的康乃星 这样 我的印象是这样 所以我每次人家笑我没有妈妈 然后母亲姐的时候 我都会回家哭 还好阿嬷给了王彩华满满的爱 让她平安长大 但后来因为爸爸经商失败 欠下大笔的负债 当时才13岁的她 决定出来赚钱养家 我就说没有关系我 给哥哥赌 然后我可以赚一点钱啊 帮爸爸还一些债啊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我爸爸的女朋友就认识了 那边我们邻居的一位歌手 然后她说那你 你们家那个想唱歌 那可以啊 就我也可以把礼服卖给你 然后介绍一个老师让你去 啊 酒店啊 可以去舞厅唱啊这样 就我都骑着一袋那个打可踏舞 十七七 就到处跑场 啊就穿着礼服 然后外面穿着一个外套大外套 下雨天再穿雨衣 我曾经有一次呢为了跑场 就因为下雨 我要很快的跑到下一个表演的地方 然后就骑骑骑骑就滑倒了 就整个流血 所以我到现在膝盖 就还有一块在这边 所以我每次看到她 我就觉得我以前好辛苦 不顾赶场摔伤唱歌倒嗓 这些对当时候的王彩华来说 一点都没有比赚钱养家更重要 他甚至还跑去主持牛肉场 我第一次进去牛肉场的时候 我就要 我好想哭 真的很可怜 天啊在表演真的都没有穿衣服 为了养家 王彩华勉强自己 在这种深色场所里讨生活 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了难以平补的伤痕 那时候我在牛肉场还蛮红的 因为那时候年轻嘛 大家都叫我他有气 他有气的你疼啊你疼啊你疼啊你疼 就一直讲一直讲这样 有一天我就做梦 我就吓醒了 我梦到我真的脱衣服了 然后我一起来的时候 我先看我身上有没有穿衣服 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就好难过 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唱歌这样子 在牛肉场主持了十年 王彩华每天不是吃泡面 就是吃面包 一直到在歌厅里遇到了方骏 才被拉法进演艺圈 那我在台中联美歌厅的时候 那一天刚好那一档也是方骏大哥有在那里 然后他看我这样很辛苦 就说不然来今天你来我们家 这样你跟你爸爸来我们家住这样 吃他那边睡他那边 然后还帮我介绍工作 一个年纪轻轻的又这么认真 所以我就很愿意帮忙他 就把他介绍秀场啊 然后介绍到电视台 但王彩华在演艺圈初期 走得并不顺遂 不仅上节目备受冷漠 还得面临其他人的背后批评 就有人也会说啊他主持过牛肉厂啊 没水准啊什么 但也不是我愿意的啊 如果我今天有很好的环境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用这样啊 所以我知道每个人的使命是不同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那是有时候想想到 有时候想到以前是会有一点点难过了 说起这段过往呢 王彩华还是忍不住哽咽 但他知道要让人家看得起 就得要更努力的表现 甚至还在节目上表演过吞金鱼 而且你知道吞金鱼 他那个尾巴还在那边蹦很噁心耶 我就是毛起来就一直做效果 一直做效果 不管跌倒也好 或者是要摔啊 做什么效果 只要观众开心我就开心了 所以以前我吃过什么 芥末辣椒啊 或者高空弹跳啊 我有聚高症的人 我也跟他这样跳啊 柴华姐 为什么那时候要那么拼命 你没有拼命 你的老板就是制作人 还有长官他没有看到你很认真的表现 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啊 柴华姐算是我们演艺圈的一个奇葩啦 我以前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她过 柴华姐呢 她带给男人欢笑 带给女人说得妙 所以呢 算是一个开心果 哈哈 歌47 亲爱的 太小了 说还好 同學到這裡都要拍什麼鼓勵一下 謝謝 恭喜 恭喜 來這裡 油膽車停車 油膽車停車 白色的停車 白色的感覺 謝謝 就是這麼不計形象 隨時搞笑 不管什麼話題 王彩樺都來者不拒 也讓他成為各大綜藝節目裡 敲通告的熱門人選 這個老君應該超受歡迎的 超受歡迎 你那個鼓勵出場的阿兵哥都 他就口氣了 好痛啊 好累喔 不是 而且他穿這種衣服 阿兵哥會很喜歡把它扛起來 對 然後一直口氣啊一直口氣啊 耶耶耶 我愛你 我愛你 王彩樺 我愛你 那你有發現嗎 就算歲數增長 王彩樺 卻彷彿逆臨生長還越變越美 因此整形的傳言不斷 但他很坦然大方承認 定期進場維修 我會 就是做一些微調醫美 我覺得這很重要 也需要 當然當然 但就是不要過多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還有敷臉啊 重點是 就是一個朋友介紹然後認識 然後認識 就很投緣 也覺得他很幽默 然後 後來發現他很孝順 又一個很有責任心 很肯拚的一個人 因為他其實 從小就是爸爸也沒在身邊 所以靠他自己出來 這樣賺錢啊 照顧媽媽啊 那我覺得 他跟我有點類似 因為他也是單親家庭 我很善啊 相識的成長背景 讓兩個人非常有話聊 而且越走越近 交往一年多呢 就決定結婚了 而這個大梅人呢 還是土地公呢 因為那時候我老公在台北 他想要做生意 然後我想要開那個飲料店 找了很多家店面 然後去拔杯 烤肉茶拔杯 就都沒杯啊 那有一天我一個乾媽媽就講說 那你要不要問土地公 是不是要先結婚 再做生意會比較好 先成家再立業這樣 後來我老公問說 那是不是我們先結婚 再來做生意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對 就跟土地公講了 結果拔杯了 唉唷 太杯 我那一直覺得 蛤 是真的這樣嗎 開始再拔下去 第二杯 也又太杯 練手來的太杯 我老公跪在那邊 我就站在旁邊 我就說 好吧 那我們結婚吧 就這樣 到現在十幾年了 兩個人婚後 育有兩個可愛的寶貝女兒 而且還一起開天租店喔 不淒涼還經常上節目 分享家庭的日常 過去大家都叫我 王彩华的老公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叫黃品文喔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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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他是給我很大很大的空間 他從來不會干預 我也非常要感恩的是 就是我的先生對我一路走來的支持 近年來王彩华漸漸減減少通告的數量 把重心放在家庭上面 特別是對兩個寶貝女兒的陪伴 親一下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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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是排在第一位 然後老公是第二 我是 第三 因為小時候就沒有媽媽 所以沒有母愛 那你結了婚 生了小孩之後 你就會 就會想要給你的小孩是 滿滿的母愛 給他們就是陪伴啊 然後跟他們相處 最近王彩华還多了一個 國民岳母的封號啊 因為他的大女兒黃玉婷呢 顏值出眾 還曾經登上PTT表特版 被網友封為台版周子瑜 他每一分一毫的幸福 都是要經過自己的努力的 他的人生真的沒有順便得到的東西 所以在這樣子努力的人 他對自我的肯定是夠的 就像王彩华自己唱的這首歌一樣 比咖靈心快樂 無小米好歡樂 不怕大風大風 不怕江湖 王彩华把苦情劃回歡笑的動力 也分享幸福的能量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看完故事的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也麻煩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並且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每回分享的故事喔 再來給我20秒工商補一下 疫情持續緊繃防疫不能等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吃綠酸水 各種場合都可以使用喔 這樣辦公室裡 就是把水神放在霧化機當中 就可以做24小時的噴霧跟清消 現在還有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很適合放在車上或者是房間 外出隨身攜帶都很方便喔 現在快點夠有推出獨家超值組合 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216還有優惠折扣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會不會兩回到這裡 會不會三回到國際real斯 我們下回見 會不會三回治 會不會三回來 會不會三回到某種的湾 還是需要阿比